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夜市打牙记即将开跑 今年宁夏 士林 蒙甲 南机场等十处夜市共襄盛举 让民众票选心目中最爱的夜市小吃 同时感受夜市在后疫情时代的全新样貌 亲戚朋友到南机场来逛一逛 趁这一次的打牙记 把南机场的美食一汤一汤的把它吃 吃到大家安心 是我们南机场夜市所有攀商的理念 所以你到南机场放心的吃 你心中喜爱的夜市小吃是什么呢 台北市产业局每年办理夜市打牙记 透过夜市推派各类摊贩美食参选 最后由民众网路票选出喜爱的小吃店家 让大众享受夜市美食之外 也能体验台北日常文化 今年也即将开办 南机场夜市就有15家摊贩 包括咸酥鸡 生煎包银鸭汤甜品等参加角逐宝座 南机场夜市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可能很少知道 但是自从我们有了必比登以后 因为我们这里的消费者不认识必比登 但是必比登认识了我们以后 就前辅后继的很多人来寻找南机场的美食 所以目前全国所有夜市里面必比登 参盘推荐的美食 南机场夜市最多达到7间 那些美食真的是不互虚明 他本身就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在经营 他们的这些食材 那南机场也是周边附近的这个厨房 很多人有的是三餐基本都打蛋南机场 那南机场这两三年 我们把它营造成一个安全 因为食品的安全认证 我们都长期的在做 还有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摊商 他们的自主管理都做得非常好 那也得到市场管理处这边的帮忙 市政府这边的帮忙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建设 包括说这些摊招 摊招是多余的 多余摊招 十架登陆 还有这个好马灯做为这个公共的宣导 然后帮政府推播一些公共政策 那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要做的 那因为我们南机场夜市跟所有的住户 也达成了很和谐的互动 包括很多垃圾的问题 噪音的问题 还有油烟的问题 我们几乎只要有问题 我们都一一处理 所以我们南机场夜市 在这个社区里面是得到大家的肯定 谢谢台北市政府 连续几年的打压剂的这些活动 那我们也参加了今年第五年 那历届也出现了很多 就前十名或者说去年的Top 10 那有很多这些店家都得奖 那这个得奖过程里面 大家都互相鼓励互相激励 我记得五四年前 那请他们报名打压剂都没有人理我 但是从去年开始大家都抢破头 我们打压剂的这些店家 首先都会在我们夜市场域里面做一个衰减 筛选以后 觉得说这十家不错 然后就把它推出去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当然没有参加的会有一点失望 不过说明年再努力 那打压剂开跑以后 我们会配合市政府这些 所谓的50块的购物券 那我们商场里面 目前就是我们会规划一个 所谓的行销 那个活动 然后后续出来以后 我们会在网路上面 广告给所有的这些消费者知道 我当会长 我也是在第一线做营业的 我家就是八栋圆仔汤 那八栋圆仔汤 它本身在南机场 它已经经营了四十几年 那我们参加过很多的这些比赛 还有很多这些爱好者 都对我们非常的赞同 也非常的鼓励 所以我们得到2014年的全国汤圆的PK大赛的第一名 然后去年得到台北市政府举办打压剂的Top10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每一次得奖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那让我们的产品可以日清月异 然后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今年夜市打压剂 特别要选出夜市之王 那我们之前经过了这个秘密客的这个探访 然后选出了74家 那接下来就要由大家市民来共同票选 那么找出好的这个美味的这个夜市美食 那另外今年呢 我们跟用户也有合作 那么每刷50块都还有10元的回馈 我想这是大好康 欢迎所有市民一起来享用我们台北的夜市美食 台宁企业团所属的台宁储能 进军台北市 在静夜四路与乐群三路交叉口的乐群平面停车场 打造了乐群电动车充电站 这是台北市政府电动车快充站 事办计划中第一个完工启用的 也是六都中第一个结合太阳能光电 搭配除能系统的最低碳充电站 透过公司协力共创零碳永续的台北城 台北市政府推动的电动车快充站 事办计划 同时也打造了三项全台第一 是六都中第一个结合太阳能光电 搭配除能系统的最低碳充电站 也启动全台第一个电动车主 可事先透过LINE预约充电的服务 也是国内第一个 适用电动车专属费率的充电站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台北市第一个 完全是绿的除能站 这个是它的能源 我们也知道21世纪是一个能源的世纪 没有能源是没有任何经济发展 没有任何的发展 而现在开始我们也知道 绿色的能源的创造是难的 所以说最容易开始就是节省能源 节省能源其中一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把多出来的晚上的能 除在除电里面 它可以白天在热的时候发电 同时需要的时候 我想处长这边也了解 可以反而亏而平衡它的frequency 针对这个地区的电网的稳定性 是有帮助的 各位也知道 做一个AC to DC的充电桩 跟DC to DC的充电桩 这两个价格是以倍数来算的 不是一点点 可是台里来讲的话 大家也看到 今年这个暑假 全世界爆热 爆出来全世界多少城市 有几百个城市 是有史以来最热的 讲实在我们站在这边 也不是很难快 但是这个呢 跟那个热比不能比 所以说我们 我是自己非常相信 我们台里的同仁也非常相信 温室气体会造成世界的暖化 暖化会造成人类文明的伤害 所以说我们投入相当大的精力 在于减少的碳排放 也尽可能增加我们能源的效率 所以说花了很大的心血 当然 因为我们是一个都市 都市除了效率以外 也要美化 所以说我们也花了些时间 做了些美化的动作 其实我们的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小的 上映在那个后面 讲的Earth Helper 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只是成为一个地球的居民 我们要成为一个地球的helper 才能够帮地球继续往前面发展下去 今天 谢谢台北市政府跟地方 帮助我们把它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全心全力 当然台电帮我们接这个电 我再三跟台电讲说 我们绝对在不在封电的时候用电 所以说不会造成电网的压力 在这边再度谢谢各位的来临 不是为下个产业 是为地球的未来 讲出来该做的事情 不是产业 大家不要把所有事情都看成跟钞票有关 是的 做生意必须要赚钱 但是不能做所有的事情 只是为了赚钱 该做的事情也是要做 这个做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 一定赔钱 但是我们还是做的 还是用心做的 还不是随便双方做的 各位看得出来 对吧 我们花了很大的心血 这不只是钞票的问题 也各位看一下 我们用的心血在上面是多少 也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讲过了 你做地球的帮助人 用心去做 地球才会好 今天这个非常重要 都是台北市 我们有事办了五个 公有停车场的充电设施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个是第一个完工 然后加上它其实很特别 它是有除能的设备 也就是它在离风的时候充电 尖风的时候放电 所以不影响这边的电网 所以也跟台电有一定的合作 那台北市政府很感谢台您 好 除能 谢谢董事长 他们公司长期以来 对于除能 节能 还有这次跟我们合作 还包括低碳 这样的一个设施 在台北市是第一个完成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接下来台北市 在这个事办过程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 变成一个标准的配备 将来在我们各种的工有场馆 工有停车场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达到所谓的不浪费能源 让它更有效率的使用 因为现在很多的电力 其实是短缺的 那怎么样让这些能源 跟我们推广的电动车 或电动公车 将来都可以做好配套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能源 没有办法增加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 让能源更有效率的应用 我想今天是这个站 对台北市很大的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谢谢台您 谢谢董事长 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谢地方里长的支持 然后再加上 其实台北市是成立第一步 碳排禁令的第一步立法 是在我们台北市的自治条例里面 所以我们很感谢 用公司协力的角度 加上地方里长的配合 其实是它这个站的促成 是在今年二月初的时候 开始来洽谈 那我们真的也很感谢 地方的里长的积极推动 搭配市政府用力来推动 这样子的一个充电站 其实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去 最低碳排放量的一个家电站 所以我相信未来 只要地方公司协力 大家互助的话 相信台湾的整个温室效应 其实是可以有效的来降低的 你知道我们台湾一个人 的碳排放是多少吗 请大家自己想想看 你如何减碳 不只是想企业 企业我们想进行方法减碳 也希望大家每一个人 都朝这个思想走上减碳 台北市政府在今年三月 公布2050禁令行动白皮书 台泥除能也希望结合 绿能除电的低碳充电站 能成为北市倡议减碳的 一处示范场域 也呼吁所有的民众 透过减碳行动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而现场的媒体联访 媒体也询问 关于内湖的交通问题 副市长黄珊珊也说明 在先天都市计划的问题下 市府积极透过智慧号制 与干线公车等各面向 来进行内湖交通的改善 内湖的交通 我昨天看了半天 我想陈前部长 好像也没有提出解放 也就是说如果 他对这边的交通有意见 我还是要强调 内湖的交通 台北市政府 这是应该是说 都市计划的问题 当年我也在当议员 这里原来设计的是工业区 大概原来只能容纳6万人 可是后来我们改成企业总部 改成相关的办公室 所以这边涌进来 每一天将近是15万人 道路面积没有增加 然后停车空间没有增加 所以它一定会造成当地的交通拥塞 也不断的有新大楼新建完成 所以其实进来的人口是越来越多 但是台北市政府在这几年做的事情 有几样方式 交通的改善 无非关于说我们是不是用强制的手段 比如说像很多国家 像新加坡 它就会限制说双号车牌才能来 哪一天就把车辆分流 或者是用一些强制的作业 也不让你停车在这里 你就不会开车来 或者是有更多更强制的作业 但是台北市政府 我们没有采取这么强制的方式 所以我们尽量在去 在现有的方式上 我们用智慧号制 台北市最多的智慧号制就在内湖 第二个我们用干线公车 有不同的干线公车 达到不同的 包括新北市的各个场域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大中运输 让大家能够用大中运输过来 至少在目前为止 内湖的相关的管制 没有特别的严格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方便 第二个交通的改善 还要做环境的改善 所以台北市政府做的 相关的环境改善 有港前路的拓宽 乘工桥的拓宽 现在我们正在做 民权大桥的拓宽 其实最大的问题 是中央的松山机场 松山机场一直是内湖 对市区交通最大的瓶颈 中央包括民进党 已经讲了很多年 他们每次要选市长的时候 都来说松山机场 要不要签建 但是这几年松山机场 从来没有提出一个 真正改善内部交通的 一些方式 我觉得如果要说的话 也是要 是不是请陈部长说 换他做做看 他要用什么方式来 如果只是要再去询问 其他的意见的话 可能等到询问完意见 再来选市长吧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 关怀总会 在何库人寿的支持下 致力于关怀长照议题 在携手十年之际 在携手十年之际 特别邀请知名艺人 汤智伟 与朱比抗力 打造哈喽呼叫新队友 沉浸式音乐剧 因为说老实话 其实我们在之前呢 其实并不知道 有家总这样的一个总会 是 他们所做的事情 就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们开始第一次接触 然后他们才了解 哇 家总在这些年当中 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对于是在照顾者 跟被照顾者的这个区块 他们非常的注重 而且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就想说 他们做了这么多年 再加上这个合库 他们也是长期大力的支持 将近今年 已经是第十年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是不是能 尽点棉包之力 于是我们现在 有了这个构想 就是一个音乐剧 沉浸式的音乐剧 Hello 新队友 我们在台北 台中 高雄 都分别的演出 希望能够借由 这样的音乐剧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来到这边呢 就例如像家总所做的 《喘息咖啡》一样 来这边能够放松 听听音乐 然后同时也感受一下 这样的氛围 把这样的一个 温暖跟爱的讯息 传递给更多的人 家总在这些年 做了许多的事情 包括《喘息咖啡》 在许多的咖啡呢 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些 让这些照顾者 跟被照顾者 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有个机会 可以放松 那也同时 同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 这样的一个原地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取材空间 所以我们就选择 类似《喘息咖啡》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的故事 就发生在一个咖啡厅 叫《银河系咖啡厅》 在这地方所发生的 你我之间的这些故事 变成音乐剧的演出 那为什么叫银河系呢 为什么不叫别的系 那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们在地上的人 在地上的生活 其实很像有人说 那个天上的星星繁多 宛如在地上人间一样 所以那个在银河系里面 当然会有宇宙中 很多的什么流星 什么星 他们互相的碰撞 其实那感觉不是就很像 我们在地上的人的生活吗 动不动有时候 我们在生活的周遭 也会被朋友同事 我们都与人有互动 可是也常常有一个不小心 会有一些碰撞 其实所以呢 我们就藉由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 他心里面的心路旅程 好像他在一个大宇宙一样 然后他不断的被冒犯 不断的被冲撞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 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描写 来看我们地上人的生活 所以其实是很有趣 很崭新的一个话题 哈喽呼叫新队友 透过沉浸式音乐剧体验 带领观众感受 剧中宇宙新家人关系 尽管面对各种挑战 在互相依靠下彼此守护 人生也可以不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这次比较特殊 我们不是在一般的这个剧场 镜框式的演出 我们是360度 这样观众围绕在旁边 来领赏来观赏 那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你进入到咖啡厅一样 你看到旁边所发生的事情 好像跟你周遭是非常有亲近感 感觉是非常近 而且故事也是说自己本身的故事 我想就是打破这样子的距离 让自己能够更亲近 有点沉浸式的方式来 这个观赏我们这出戏 所以是蛮特别的 是一个跟往常不一样的一个戏剧感受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方式 是能够最容易传达 我们心里面的这些的想法 我们这一次其实这样的一个作品 沉浸式的一个剧场的演出 甚至于说舞台就比较打破 过去以往的镜框式的舞台 就重点在我们的表演的作品 或生涯当中 这也是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尝试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当中好好学习 然后我们希望借由观众给演员也好 那种当下最立即的感动 然后我觉得这对演员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崭新 而且很过瘾的一件事情 台北场音乐剧还特别邀请客与金曲歌王罗文玉 担任说书人角色 家人曾经离爱的他深知照顾者的辛劳 希望这出戏能够传递正面能量 我觉得那是需要承担很多的压力跟重担 可是我觉得对于照顾者 我觉得不能失去盼望 也不要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因为我自己的哥哥也是在几年前 因为癌症 然后后面特别在半年那段时间 我也常回去看他 不要说照顾半年 我光回去照顾他两三天 而且是间接性的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更何况是长期照顾者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尾声跟付出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然后我觉得在生活 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演出这出戏一样 可能会有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 可是我觉得你要用乐观 拥抱爱跟希望去过每一天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透过这个戏 我也希望带给大家 传递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能量 演出会场和固人寿 特别针对照顾者情境 制作可互动的装置艺术生活策展 共有五个展区 生命曲线 呼叫新队友 生活投影 守护零件 照顾神算 透过互动体验 激发新的思考方向 同时提醒民众善用长照资源 并储备好自身未来规划 才能在照顾家庭 及生活上游刃有余 创造生命的各种可能性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HOMEPLUS中家观评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通过奖励 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章QR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暑假期间是青少年接触毒品的高峰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与国泰慈善基金会议 举办青春不毒药三帖奇缘活动 邀请青少年体验单车路跑 及游泳的三帖乐趣 并结合艺人蔡凡希反读影片 死神首映会 鼓励青少年展现自我的意志力 所以坚持青春不要毒 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 跟你家人关系真的很差 都没人要帮你 跟你们说 胡思涵昨天在宾馆里刻要暴毙了 对了 胡思涵 反读影片死神 由曾经演出电视剧《通灵少女》 及电影《月老》等剧的艺人蔡凡希 搭配素人学生呈现真实感 以死神吸毒者及家人 与学校同学间互动 凸显身边的人多一分关心 就能帮助吸毒者远离毒害 我是死神 我是死神 是死神 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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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死吧 我也是 真好 该走了 老公 abbo 不想死 你怎么 handle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赵家好 你怎么办 可不李她好 赵家好 收拾一下 荒荒 我不想死 荒荒 或者再說一次我願意的知名演藝人 叫蔡凡熙 就是剛剛那位死神 他來引先演出 剛剛我們看這影片 他分別從家庭 還有從學校人的角度來說明 在你周邊可能出現了 對你有影響或者有幫助的人 如果我們多花一點關心 多一點關懷 你的同學 或是你的小孩 或是你的親人 就可能遠離毒品的危害 我覺得這兩支影片是非常有教育的價值 然後他以這個死神 跟吸督者的家庭跟同儕來貫穿全場 這是其免正在面臨彷徨的青少年 他們有勇敢去讀一個決心 另外我要說明的是 刑事局長久以來 我們在宣導層面上面 不斷的推陳出新 然後從結合包括網站 現行網站 運動 音樂 像剛剛這些的這個影片等等這些 都是企圖要深入青少年 因為教條式的訓導的新聞 他們不見得會看 只有這些能夠帶動人心的 這樣子的這個影片 音樂 才能夠打進青少年他們的心裡面去 準備好囉 倒數 5 3 2 1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與國泰慈善基金會舉辦青春不要獨三鐵奇緣活動 除了反讀影片 更邀請青少年體驗單車路跑及游泳的三鐵樂趣 鼓勵青少年展現自我意志力 堅持青春不要獨 這次活動 我們這個三鐵奇緣的活動裡面 來參與的 今天有很多 包括我們院院的院童 還有我們主動幫我們參加的 胡高中生 來這個參加這個活動 待會我們有一個簡單的一個啟動 跟授齊的儀式之後呢 他們就要騎這個鐵馬 要進行三項的這個訓練 那當然我們也會有我們的除暴特勤隊的選手 他們今天應該是不是重裝了 但是他們會陪著大家一起參加這個訓練 那同時也這個傳遞 跟青少年傳遞一些相關的反讀知識 來鼓勵青少年未來要克服逆境 勇敢拒絕肚品誘惑 把這個反讀跟劇毒的這些概念 傳達到這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那最後呢是要說明的是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進行暑假了 暑期我們最重要的行事距離專案 叫做青春專案 已經開始入貨入土了 那我們會積極的推動 剛剛這兩支片子 在我們各個的網頁跟管道上面 把它推展出去 然後也希望就是 藉由今天這個活動能 擴大更多的能見度 讓我們所有的青少年都能感受到陽光 青春的氣氛 換起社會上共同重視 把反讀的意識 創造一個安居樂業的一個環境 暑假來臨 保護青少年的青春專案 也已執行中 除了透過青春專案 讓青少年朋友遠離毒害 刑事警察局 將透過持續宣導 及網路媒體 推播反讀影片 讓青少年遠離毒品的誘惑 記者臨期會議台北報導 再過一個月就是中秋節了 仁安基金會議 推出了月圓仁安中秋月餅禮盒 藝賣 邀請藝人張文綺 蔡嘉珍擔任推廣大使 並號召社會大眾 認購月餅禮盒 藝賣所得將全數作為 韓式慶中秋活動經費 幫助窮苦人過好節 預備開始 柚子 柚子 秒殺 又秒殺 又秒殺 藝人蔡嘉珍與民眾大玩中秋拳 賣力推廣月餅禮盒 張文綺則是大口吃下月餅 美味程度讓他讚不絕口 仁安基金會推出月圓仁安 中秋月餅禮盒意賣 邀請藝人張文綺、蔡嘉珍 擔任推廣大使 號召社會大眾認購月餅禮盒 這個呢我們今天有三種口味 第一個口味就是芋頭的流星酥啦 那這個流星酥呢我跟妳講真的真的 如果你我們拿回去妳想要吃熱的 或者是吃冷的都可以 如果妳想要再放久一點就冰在冰箱 那如果想要放更久一點 我們就可以冰在冷凍庫 這樣因為本身是做食品的 很了解 很了解 那當然就是剛好 就是要新鮮吃 那如果妳想要有這樣流星的感覺呢 我們可以切一半 或是整個進去在那個 現在很多奇薩烤箱啊 或是烤箱去浴烤 然後再切一半 它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感覺它的那個奶黃酥 整個就是會流出來 會會會 會會會 真的 而且超好吃的 我跟妳講因為我們去年喔 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戰績 我們去年不到一個月 我們就完壽了 真的 對 真的真的真的 一個月又完壽了 沒有到一個月 沒有到 那個都是靠郭忠祐的力量 對 最近 最近年佳蓁加油 Fight 加油 OK 好 第二個呢是蛋黃酥的部分 蛋黃酥妳也知道 這就是我們最傳統的 我們台灣傳統的文化 最基本的 等一下妳都可以試吃 因為它還沒有吃過 那 我覺得這個是最特別的 為什麼 地瓜燒 因為我今年 雖然來了第三年 可是這一個 推陳出新啦 各位觀眾 所以我覺得 沒有 因為聽到地瓜 因為如果在減肥的話 有沒有 想要吃一點這個可能 熱量比較高 熱量比較高的人選這個 地瓜好著澱粉 真的 好的 好的 這個 這個妳知道那個 鮮尾啦 低瓜的鮮尾比較高啦 對對對 有滅酥有它 好 所以這個地瓜是的話 等一下我就要來試 那妳看妳想要試哪一個 那我試芋頭的好了 因為我個人滿喜歡吃芋頭的 我們現場這邊有準備好了 是不是 妳看都幫我們切好了 欸它那個中間的那個 它那個餡兒 有沒有 它整個流出來 對 洗給大家看 哇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果然是有做過美食節目的 有沒有 厲害了 各位我跟妳講這個 沒有吃起來沒有買起來 真的是 太可惜了 太對不起自己了 真的 然後妳們看這個 蛋黃酥 你看整顆的蛋黃 非常的飽滿 然後滿滿的 這個是紅豆泥 對 對 紅豆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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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三種口味 使用台灣在地農產 不只美味可口 送禮自用兩箱儀 還可以做公益 幫助弱勢與韓式過好節 然後呢 除了我們買月餅之外呢 來來來 我們還有這個韓式慶中年 中秋 中秋 來 韓式慶中秋呢 就是我們也可以用滑坡的方式 我們滑坡呢 就是你們也要寫說 你們有轉向的就是備注 那個中秋小組 對 然後希望大家其實 一餐 你就可以餵飽很多人 好不好 我們捐六百塊 就可以幫助這個韓式 喔 就業順利耶 是 因為我們是稱這個叫就業包 那裡面當然 除了一些明生物資 除了就是沐浴乳 吸發乳 跟一些冠西用品材 其實還有一個 我們今年有送一個修容組 就是指甲剪 然後還有皮毛剪 其實主要是希望韓式朋友們 他們可以維護自己的衛生健康 那這樣 讓他們可以在求職的時候 我們都順利 你看他寫了多好這個slogan 正放希望 讓人還是不在流浪 月圓仁安月餅禮和即日起 在仁安基金會官網販售 8月初在電商平台生活市集販售 意賣所得將全數作為韓式慶中秋 活動經費 邀請民眾一同響應 讓韓式感受社會溫暖與關懷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台北市有一名女子 因為遺失了手機 向警方求助 但是因為警方一整天都沒有找回來 她晚上回家喝了酒 又打電話到霞區的南港分局 沒想到原警前來處理時 女子突然暴走咬傷了原警 女子酒醉大鬧 警方準備核對女子身分 想不到女子突然失控 現場鬧不停 警方只好將人帶回派出所 但女子繼續罵 女子罪言罪語 對女警出言不遜 但警方耐住性子 好言相欠 但卻壞來 對方髒口就咬 南港區日前於深夜接獲民眾報案 表示手機遺失需警方到場了解 警方到場聯繫報案女子 女子告知原警其手機遺失 協議在其他分局報案並製作筆錄 但是不滿當地警方處理行程 返家後並再次報案 女子現場散發酒味 講話情緒激動 原警告知降低音量 以免影響其他住戶休息 女子不聽勸 反以死菜鳥等語入罵原警 並在原警查證身份過程中 試圖拿取警用電腦 女子遭原警阻止 竟以絞踹之方式攻擊原警 並張嘴咬人 原警白皙的手臂留下齒痕 命入器也壞了 女子最後被強行管束 事發在上個月深夜 這名女子手機遺失打119掛失手機 但到了晚上手機沒找到 又打119 結果警方到場 準備核對她的身份資料 她卻突然辱罵原警 遷怒警方 原警現場立即制止女子失控行為 並將其帶回派出所實施保護管束 過程中造成原警受傷 及警用密錄器毀損 管束期間能持續辱罵原警 原警稅依刑法妨礙公務傷害等罪名 雖然女子酒醒之後 對於自己的行為深感抱歉 但咬傷原警還醜態擺出 還得面對法律刑責 記者黃紹明台北報導 再帶您來看巴德三創商圈 一到週末人潮若異不絕 3C產業特色小吃匯集 防災原油會的互動式攤位 也吸引了親子共襄盛舉 現場除了有地震體驗車 還有水域安全宣導 破壞器材展示 搜救器材的介紹與體驗 利用原油會的方式寓教於樂 宣導正確的防災知識 以其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及應變能力 巴德三創商圈 一到週末人潮若異不絕 3C產業特色小吃匯集 向來是資訊人的最愛 除了年度封街活動之外 防災原油會的互動式攤位 也吸引不少親子共襄盛舉 艷陽下有孩子化身小小滅火英雄 瞄準目標發射水柱 還有地震體驗車 讓您親身感受天搖地動的震撼感 水域安全宣導 如遇他人溺水 可應用防溺舞步 叫叫聲拋滑 讓孩子體驗利用延伸物進行救援 現場還有破壞器材 搜救器材的介紹與體驗 以及駐警器的種類介紹 安裝位置須知等等攤位 常常就會拗到電線 那電線拗到後面的時候 裡面的電線就已經斷掉 那斷掉之後 你長久用下去之後 那折的地方 可能會多人就會燒起來 防災原油會 寓教於樂 藉由攤位體驗 宣傳正確防災知識 提升全民防災意識 以及應變能力 光明記者劉曉雯中正區採訪報導 為了讓設計師們和一般民眾 可以了解國內外各大博物館 有哪些圖案圖像的素材 可以開放免費使用 激發更多的創意設計 台灣設計研究院 就邀請了日暮視覺藝術團隊 策劃了一個 原來如此大博物展 展出的內容很豐富喔 也希望帶動設計師們 更多的設計力與創造力 畫面現場是在松山文創園區 開展的原來如此大博物展 台灣設計研究院邀請日暮視覺藝術團隊策展 四大展區中盤點了世界時間重點博物館 所開放使用的藝術圖像 也讓民眾了解 國內外各大博物館 正逐步將點藏資源釋放出來 讓任何人都能自由運用於設計創作 甚至商業使用 期望帶動設計師們更多的設計力與創造力 那這個展它其實非常重要 就是把我們所謂的 很多人都會問說 怎麼樣產生創意嗎 那所以其實就是 透過台灣設計研究院這次的整合 然後介紹台灣的 跟全世界的這個博物館 做一個開源的一個組織的總介紹這樣 那民眾可以透過這些傳統的 這些經典的藝術圖像 然後透過設計力的轉換 然後變成是新時代的一個 一些符合日常 食衣住行娛樂的一個商品這樣 那這個像我們現在這個展間就是 故宮博物院的一個展館 那你也可以看到故宮在開源的上面 其實做了非常多的推行 那除了很經典的這幾件作品之外 其實大家可以透過這個 使用的這個教學步驟 去了解他們到底開放了什麼內容 然後鼓勵設計師可以有更多的創造這樣 那其實它開放的部分還有幾個重點 就是你要注意它 是不是所謂的符合CC0 或者是PDM的這個標示 那大家在這個網站上面搜尋的時候 其實它在圖像上都會有很清楚的這個標示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探索的過程 你們去了解這張圖片 到底是不是可以免費使用 或者是不能免費使用 那很多人不清楚這個概念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展覽就是希望可以透過 淺顯易懂的方式去告訴大家 這個圖像授權的觀念 那只要你了解了這個觀念之後呢 相信對於一個創造者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資料庫 全世界都是你的創作的資料庫這樣 庫工第一個 所有的低階的全部CC0 CC0就是反正你要download就download 你要用就用 反正都不用說 另外一個中階圖檔 現在到今年的年底會上去35萬億 是600萬畫素 然後呢是CC by 4.0 也就是說也不必跟我們講 那你要download就download 你要用就用 只要你說這個 註明一下說 這個圖案來自於故宮就好啦 所以最近不是我們 這個有一些什麼銀行在開董事會嗎 那結果呢 他就用故宮的東西去做了 所以很多人為了玩 你並不是要投資他 但是就擺放股票就搶了 他也不必跟你買售 他就拿去做他的火車 所以所謂的欣欣敗4.0 就是你不必說 你只要註明說這個圖案來自故宮 也不必說 自己寫就好 自己寫就好 然後甚至於你可以做商業使用 你覺得故宮只要這樣而已 你就把它editing一下 你做商業使用都沒關係 所以多多的用 而且因為大家都是設計的 所以不要只是這樣把它給 直接複製出來 如何用他的元素 配合你們的創意 做出新時代大家喜歡的好東西 就好啦 沒錯 沒錯 這也是這個長版本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把內容開放出來 那一般民眾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一個探索跟發現 因為舉例說這一次透過時間 全世界的線上線下博物館 可能你會 舉例說你可以找到像NASA 它開放了就是說 APRO計畫登月的一些影像 那可能你很喜歡植物圖片 喜歡動物的昆蟲標本 然後你喜歡服裝的設計 喜歡古地圖 任何的內容 全世界的博物館 絕對都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 那鼓勵大家就是大朋友帶小朋友 一起來探索 然後好好的去透過觀察 然後去發現你自己 很有興趣的內容 台灣設計館 雖然是一個很小的館 是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的館 但是我們覺得串聯 開源是很重要 今天謝謝顯訊 最年輕的車展人 用這個概念 把全世界十個重要的博物館 資源打開 利用這次的展覽 差點起來 在現場會有七十件作品參展 四千多件的這個影像 那我們覺得開源授權 連結是世界未來的趨勢 台灣也不遙多浪 也謝謝古工博物院 還有歷史博物館 博物館協會 還有很多的夥伴 在這個世界的這個變革裡面 讓台灣在這方面持續前進 那我們希望這個雖然是一個小的展覽 但是它是一個好的開始 把大家串聯在一起 創造台灣的未來 那這次台灣設計學院 這麼促美去做 做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可以給我們去深思 讓我們公務員 或公布我們去深思 其實我們要把點藏品 加值應用 數位化加值應用 之後呢 才能夠產生效果 用過外文之後 才能行效果 去產生這個動力 所以今天這個叫做共享 非常好 共享之後怎樣 就是共生 共生就是怎樣 要共同珍惜 然後就要共同繁榮 後面這樣就會共好 展覽中也進一步介紹 什麼是CC授權 讓民眾了解開源素材的運用 所以它開放的權限 其實有分成幾個模式 那其實最主要是 有四種基本的組合 對 那透過這四種基本的組合 其實你會有六種的模式 可以應用 那從最下面大家知道 就是版權所有 一直到往上就是可以 像剛才講CC0 就是你可以進入自由領域之後 你可以 隨意的自己去改造跟創作 然後不用去標註 這些影像內容的這些 所有權這樣 然後再來是PDM 就是完全進行的開放 所以它是有一個層級關係在這樣 對 所以大家看了這個表 應該就會一目瞭然這樣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舉例說這張圖像 你可以發現它下面就有一個 PDM的這個logo 所以就可以代表我們設計師 跟創意工作者可以直接下載這張圖片 是高解析的來進行你的創意的改造 這樣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再來是因為開源的內容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們透過一個文獻庫的整理 我們挑選出這個博物館非常重要的幾個主題 來跟大家介紹 那舉例說像大度會大家最知道的就是Mid Gala 就是他們的服裝的這個典藏的蒐集 很多布料啊 配件啊 然後服飾啊 這些原件我們都把它呈現出來 那整個展區總共有超過4000件的一個案例的作品 現場並展出多件運用開源素材設計出的作品 展現設計師們豐沛的創造力 然後像中間有一個展區就是展出台灣的設計師 他們如何取樣自這片土地的元素 那這些東西其實你可以對比就是這些經典的傳統的圖像文物 那可能是原住民的圖騰 然後可能是台灣的這些傳統的這些材質色彩跟形象造型 那這個都是很好一個我們把自己的傳統文化故事 透過設計力去介紹給全世界的朋友的一個很好的方式這樣 那即便他們可能不懂中文字體 可是他可以透過你的裝針你的材質你的色彩去認識這片土地 那也很鼓勵大家其實可以 其實設計它並不是直接從零就開始 你可以從你自己的土地裡面去發掘這些很重要的元素 然後轉換成你的設計作品來做一個宣傳跟分享這樣 像這件作品是蕭晴陽老師他的創作 那他是一個跟郭春美的這個歌仔戲團合作的一個專輯設計 那你可以發現他其實上面全部都是英文 那因為他就是用一個電音的方式去重新演繹傳統的歌仔戲曲 然後他把這個升旗白馬的這個意象呢 透過故宮的這個傳統的原畫 然後去做一個現代的轉譯 所以透過他這個傳統文化的取樣去結合傳統的樂譜 可是去透過一個現代的裝針設計之後呢 去讓大家感受到一個新的傳統文化的氛圍這樣 對然後可以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然後也可以親自帶到現場 看看這些很漂亮的這些裝針作品的一些實體案例這樣 對那鼓勵大家一定要親自來現場發掘跟探索這樣 那再來是除了平面的畫面的素材 我們也把所謂博物館經典的圖案去轉換成商品的部分做一個對應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是我們歷史博物館 他跟傳統的圖像時候也開發的一個滑板 對那其實因為這是一個門繩 那因為傳統的門繩就是印在那個木板上 所以他現在把它變成是滑板上做一個移動的一個狀態 然後也可以像是掛在家裡守護的意象這樣 對所以這個概念去做一個對應這樣 那再來這就是由草堅密聲他的一個滑板的一個授權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所謂的傳統作品或是當代藝術 其實已經可以用過一種新的方式進入現代生活當中這樣 這個作品是Discovery的一個台灣部落寶藏的片頭 那當時因為素材很有限的關係 就是拍攝團隊只有提供一些照片 讓我們看一些關於原住民的服裝 那就要針對六集節目去做成片頭的視覺符號 對那當時因為素材很有限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些世界的古地圖 對那上面的台灣就是富兒謀殺 然後我再用這些古地圖去採檢 再重新拼成這些畫面 就每一張圖都是一個部落的畫面 對那裡面有針對生活的建築的飲食的還有祭事的信仰那些 每一個主題都不太一樣 對那針對這個展是因為 所以如果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博物館這些都有提供免費下載的話 我們會對於這些素材非常的方便 對使用上會非常方便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跟業主的溝通上 他們不見得會提供適合的東西讓我們使用 對那製作上就會有溝通 對所以這個展確實帶給我們很大的方便 為了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 國內外博物館紛紛將數位典藏資源釋出到公眾領域 強調文化素材的共享與共創 歡迎民眾到現場 一起來探索開放素材的豐沛資源 開啟創作靈感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 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乎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 傳承168年的基隆中元季即將登場 為了要降低這項基隆最大的祭祀活動 對環境的衝擊 基隆市政府連續16年推動紙錢集中焚燒 副市長林永發主持天外天焚化場 祈福禁儒儀式活動時 也呼籲市民以善待盡 將購買紙錢的經費捐作公益 彰顯中元信仰的慈悲心 也為環境盡心力 在道長主持下 由金融市副市長林永發主席 一路從紙錢戰存區專用除坑金爐 到紙錢收運專車 進行捷徑去會祈福禁儒儀式 迎接基隆中元祭到來 為了降低這項基隆最大祭祀活動 對環境的衝擊 基隆市政府連續16年推動紙錢集中焚燒服務 將紙錢集中運至天外天焚化場處理 透過完善的污染防治設備 減少區域性空氣污染的發生 維護基隆良好的空氣品質 中元祭今年是第168年 中元祭也是基隆最大的祭祀活動 那對於燒金紙這個部分 那個量是非常多 所以我們從95年開始 今年邁入第16年 就是希望大家把金紙集中 我們利用混化爐這邊完整的混化設備 跟可以減少空污的這個設備 來做集中焚燒 那今天這一個的禁儒儀式最主要的 也就是說大家可能有一個觀念認為 混化爐是燒垃圾 那怎麼我要給祖先的這金銀財寶 怎麼能夠在這一邊來燒燒 那為了這一個的部分 我們剛才講過就是說 它除了可以淨化空氣之外 那所以我們舉行淨爐的儀式 那我們也會有道士 然後有書文 然後可以傳達 讓這個的效益會更高 除了推廣紙錢集中焚燒 金融市場方面更宣導民眾 採取以善待盡的做法 將部分購買金紙的費用 捐款做公益 進一步降低紙錢焚燒的數量 參與的民眾還可以獲得平安米 及加持過的媽祖鑰匙圈 今年的以善待金 我們也特別貼心的 為我們這些民眾 我們會有這個紀念品 就是一包米 還有一個有加持過的鑰匙環 那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然後做善事 根據環保局方面的統計 紙錢集中焚燒政策推廣至今 已經累計突破1350公噸以上 環保局今年更與多個大型社區 接洽設置紙錢集中區或集中箱 在社區普渡時間前 預約紙錢集中收運 另外以善待金 至103年來 也已經捐款123萬元 其中110年達到26萬元 為歷年最高 記者張祈騰 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崔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話說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一花接目 不是她說的都會變成她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